你看去年有一个统计在中国股市上 总利润里面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 它的总利润占据股市总利润的41%以上 那在这个局面之下我们就很清楚 就是民间资本他也想进来 可是问题是呢 咱们这个银行业以前基本是国有 民间资本想进进不来 所以这个事实造成呢 对于民间资本和非公有制资产一种不公平 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银监会已经允许各个地方办村镇银行了 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没有多大障碍了 但问题是当时有条硬杠 就是你进入银行业可以 但是你不能空口 也就是说你占据的比例 民间资本不能超过50% 我记得在去年2012年5月26号 银监会还出台了一个文件 叫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 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 政策上是一步一步推进 一步一步放开的 其实我们看中国利息的改革 往往解决的点都在于原来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一些弊病 它是一点点开放的 你比方说改革开放早期 饭店 我小的时候我记着饭店没有私营的 哪都是工农兵饭店 什么新生饭店 都是国营的 后来国营饭店干不下去了 服务态度差 效率低下 一点钱都不挣了 好 这块放开了 给私人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酒店饭店 基本上都是私人的 就是计划经济上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 政府是一点点把自己手里的权力往开放的 那么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了 我们必须要解决现在这种状态 何况这里边不仅有自上而下的诉求 还有自向而上的诉求 你比方说自向而上 是民间资本找不到适当的出路 容易引发很多和炒作层面相关的风险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国家他必须要利用民间资本 来补充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能够把这些问题用恰当的方式解决 就是历史发展到现在 如果不让民间资本有个恰当的出路 进入金融业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那么这话具体来说 我们怎么样解决 你看 首先一个咱们说民间资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现在中国的民间资本是越来越丰厚 咱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温州 这民间资本量就很大 就说活跃在温州的资本大概有3000个亿 这还不算往外流失的温州的资本 有的到全国各地炒房炒热炒那 加起来大概温州的民间资本绝对不低于6000个亿 就这么大一笔钱 我们说钱是老虎 你养他得让他吃肉 要不然他不会销售厅厅在各个银行里待着 所以你看温州民间资本过去又来干嘛 炒房炒矿或者是资助一些企业 那么以往的温州民间资本 他往往在底下 我通过高利贷地下钱庄 各种各样的方式 争取把这钱借给那些需要的人和需要的企业 而当时中小企业确实需要这笔钱 感谢观看